这种不舒服的果报 这种相应而得的那些东西 那这些 以真正想修行的人来讲 就要知道 要关照 这个就是 关照玻璃 就它的作用 那这个作用啊 平时要好好的关照功夫 时时关照自己这个心 解析这里面 你到底有什么东西 要转换它 八万四千法门 全部都是教我们 在转这个心 任何法门都一样啦 是不是要转凡心 你念佛是不是要转凡心 你今天禅修 是不是要看透你这个心 你拜忏是不是要 知道自己 忏悔事项 而罪性本空 是不是要看透这个心 你诵经是不是 要依文解义 然后来了解这个指导原则 是不是都是在转这个心 在心地上用功夫 所有都一样 只是用的与此不一样 用的方法 它的次第 展现不是很一样 就是这样而已啊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最后发现的 都是一样 叫常住不变的真心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